我觉得刚才大家都有一个突出的感受 就是网友们也都发现 我觉得我肖哥越来越可爱了 对对对对 大家越来越喜欢肖哥 是不是 接地去 而且他重点是 他现在非常善于输出一些甜蜜的句子 对 就是叫做肖肖式的夸夸法 他刚才不是夸那个邱怡吗 他以前也夸过那个玉成说 完成了一个项目说 他说我觉得这次是你在carry我 就是你带我飞的感觉 嗯 他还有一次夸了是梁绿吧 说他裙子很好看 那个时候我们还没得到他的点 还觉得他有点浮夸 还觉得说他怎么跟谁都那么甜 现在回想起来 这些话在职场里面还是甜一甜 夸一夸还是可以的 我觉得他心里确实是这么想的 所以他夸出来以后 不会让人觉得变 奇怪对 他为什么会就是在节目里面 越来越可爱了 我觉得是跟那个HR聊完天以后 包括他后来是郭绿跟他聊完之后 他把那个挂绳扎下之后 他放下了 感觉他不像后期 就感觉不是特别像在比赛 就在享受这个过程 跟他相处 对 跟大家相处的这个过程 就刚到一个环境里 你还是会有竞争心的 你又很怕别人看不起自己 对 一直绷着 所以你就会去把自己那些 觉得自己很强的地方拼命展现 然后后来放下 这些人其实都很好 大家也没有那种 好像你死我活的感觉 所以他就会放下 这个真实的那面就出来了 而且另外还有一点 他专业确实不错 而且一开始我们觉得他说 他是有反义学 说凡尔赛 但后来就发现 就是有人说 这个我们以为是凡尔赛 但对他来说 这是纪史文学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